大家好 我是文睿 今天通过观察这个人民网 包括纸质的人民日报 它的电子版 包括新华网 包括刚才看了新闻联播以后 我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党们 他们今天出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新闻事故 从这个事情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习近平的权力确实是凉了 基本上我判断是这样 这集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看 好好看一看 你看我说对不对 什么事呢 今天早上 我上午不是做了一个视频吗 我说我上午看人民日报的时候 人民日报的人民网 它在首页的最上端 有大字 有一个新闻 头版新闻 这个新闻的名字叫 充分发挥依规治党的政治保障作用 然后副标题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案 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计时 这个文章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 在今天早上 这个五点左右 在这个人民网发出来的 然后这个文章也通过今天早上 今天的这个人民日报的直至的人民日报 发出来了 它是在这个人民日报的头版的最重要的位置 发了这个文章 然后他这个文章的内容上 我也解读了 然后再简单的说一说 他这意思就是什么 习近平在威胁全党 就说你们要敢乱说乱动 对不起 我就要用党规加法来处理你们了 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他在这个文章当中 我再简单说一下 他说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揭示党内法规制度的功能定位 这功能是什么呢 就是着力加强化两个维护制度保障 两个维护就是维护习近平 他说这是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首要政治任务 他提到了这个政治任务 就是提问不是说了吗 充分发挥这个依规制党的政治保障作用 大家应该能明白吧 然后他这里面还提到了维护党中央定义欲尊 一锤定音的权威 这种话都说出来了 大家看到了吧 然后最后又强调什么 四个意识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然后等等 这我就不赘述了 上午也说了 总之这个文章吧 你就给人感觉 就是习近平 他要通过这个党规加法 来震慑这些党内的反对他的人了 然后我就想 这个事你既然话数了 那你肯定是要做点什么 对不对 我就还想去观察 结果呢 今天下午 我再去看这个人民网的时候 我还想看一看这个文章怎么回事 突然发现了一个很不可思议的问题 这个文章找不到了 没有了 对吧 就是有其他的新的大头条 占据了这个人民网的这个首页的最顶端 OK 你其他的新大头条上来也可以 那你这个文章也是习近平说的嘛 对不对 那也很重要 你起码可以轻易的能找到吧 找不到 反正我找了半天 就没找到 我想是不是人民网把这个文章给删了呢 然后呢 我就用谷歌搜了一下 搜了一下 还有人民网还是有这个文章 但是你从这个人民网的主页 你想找这个文章 它到底在哪 找了半天没找到 后来就在一个 就是人民网首页的下面的一个其他的链接里面的一个很小的 很不起眼的角落里面 确实找到这个文章了 那么他整体的意思就是 文章删 他不敢删 但是他就是不想让人再看到这个文章了 就是你现在到人民网 如果你早上没听我的视频 你去找 现在去找 你会觉得文人也没有这些文章 你会是这种感觉 找不到 但是呢 好在就是今天早上 他纸致的这个人民日报 纸致人民日报 它里面有这个文章 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个纸致人民日报电子版拍板 那个上面有这个文章 否则的话 要没有那个文章的话 有人就说我胡说八道了 我说你有胡说八道 哪有这个文章啊 对不对 你自己意想的 你自己编的 对不对 可能很多人也这么说了 是吧 然后呢 这是人民日报的这个奇怪的地方 人民网奇怪的地方 当时我想做这个视频 但是我觉得这个先等一等 先等一等 然后我就看了这个新华网 新华网就看以后呢 新华网干脆就没有转载这篇文章 因为新华网里面 你就可以去找 直接找这个什么高层动态啊 里面就有习近平的这个新闻专辑 里面去根本就没有这个文章 也就是说新华网 完全忽视这个文章 没有钻载 然后当时我想 不用急 不要急 还要再等一等 看看今天晚上新闻联播 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然后晚上看新闻联播 新闻联播也完全没提这个文章 根本没提 但相信这个文章 其实它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就是说 以我对这些天吧 观察新华网 人民网 包括新闻联播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 一般就是说 今天晚上如果新闻联播 主要报道的习近平的这个事情 那么第二天早上 人民日报的这个头版 肯定会有 那么如果是人民日报 先报道了 它放在今天早上的 人民日报这个头版上 那晚上新闻联播 肯定也会报 但是新闻联播 压根就没提这个事 今天晚上 刚才我都看了 就是这个充分发挥 一归治党的政治保障作用 这个事 压根就没有提 那么 也就是说 简单讲 就是今天早上 人民日报的大头条 晚上新闻联播没有报 那有人说 也有可能新闻联明天会报吧 谁知道呢 反正我是没看过这个情况 应该正常来讲 应该是今天晚上就报 然后新华网的完全无事 然后人民网呢 就是尽量搜索 不让大家看到这个文章 那这个文章是什么呢 我再说一遍 这个文章是习近平 想用党规加法 来震慑党内反对他的人的 这样一篇文章 结果就被这样给隐去了 那这说明了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 刚才我讲了 本来我说 好 你这个文章出来了 对不对 我还是那句话 你不要广说 你要有一些动作才行 你才能吓唬出大家 对不对 你没有动作不行了 我还想看你到底能拿下谁 19大之前 你拿下孙政柴 对不对 那这次你拿下谁 我还想这么看 结果没等他拿下谁 他自己这篇文章 却被拿下去了 你怎么理解呢 对吧 然后呢 就是说从这个事情 我们也看到 其实习近平 他在这个媒体方面的 这个权力啊 也在缩水 就说这段时间 我并不是说 习近平完全没有权力了 我从来也没有说这个话 只是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 就是习近平权力缩水 到底缩到什么程度呢 咱们得点观察嘛 起码我觉得 我一直觉得 他在媒体控制这一方面 他还是有很大的权力的 比如人民日报啊 新闻联播啊 他还经常能够 就是发出很多的新闻来 还是有很大的控制能力的 但是呢 从今天这个事情啊 可能是习近平 他最想发出去的文章 居然在人民网 包括这个新华网 包括新闻联播 都没有给发 这你就可以看出 习近平他不仅仅 他的权力缩水 在媒体方面的管控能力 也大幅降低了 这就是我的判断哈 这个没有过度解读吧 大家可以先自己去看 我反复看了好几遍啊 现在我做新闻 我也是不着急 慢慢看一看 沉淀沉淀在做 如果有什么漏洞 大家可以给我指出来哈 然后就这个事情怎么说呢 不仅仅是这一件事了 就是最近前两天我也做视频了 就是有一个文章啊 叫这个核酸大跃进降温这个事 意味着什么 这个文章啊 其实我发现这个事情 我做了两集节目 但是我发现好像很多人 媒体大家都没有跟进 也没有做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事情已经过去有三四天了 但这个文章一直没有下架 一直在这个媒体上还都放着 包括百度进去 你可以搜索到 但我觉得这文章 是对习近平冲击非常大的一个文章 但是他还是在那放着呢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应该怎么去解释呢 但是刚才吧 这个咱们得实话实说 刚才我去看的时候啊 我看到就是个别有些 就这个那个文章的题目 你还可以看到 点进去以后呢 就是已经被删掉了 这个事 但是在百度也好 在谷歌搜索 还是能看到这个文章 这都已经过去好几天了 那是怎么回事啊 对吧 所以说呢 我觉得吧 这习近平他这个权力啊 确实是有很大的这个问题 很大的问题 要不你这些事情 你没有办法解释啊 像我做媒体 还是那个观点 就是我就是按照 大家都能看到的 就是新华王也好 人民王也好 新闻联播也好 对吧 什么大家都能看到的 这些基础的这些新闻 我来给大家做分析 就是这样了 所以说从这个事情当中 如果你觉得我是过渡解读 你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了 对不对 有人说那可能就是习近平 自己让拿下去 对吧 他早上你看 我文睿居然这么说 那这事不好办了 赶紧通知人民网 新华市新闻联播 拿下去 就不要给文睿提供 做视频的素材 谁知道呢 这说笑话了 反正这个事我觉得挺复杂 大家如果觉得我分析的 是有局限性 大家也可以给我留言 好 这集聊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